可是藝術師到底是做什麼的啊 這個就是你吃啦 吃啦 但是這一個我好像 是不是台中的那個花柏 裡面有這一個嘛 有 台中花柏有 有影片我們先看一下 影片到底是什麼樣好不好 來… 好酷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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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機械 台湾世界很感人耶 好酷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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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…張大師 來 你來一下幹一下 張梗華先生 對…你搞這個科技藝術 已經幹了20年了 我學弟 台語大是不是 電影師 好酷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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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影師… 我雕塑師 雕塑師 對啦 對啦 騙到為什麼 我們學校有 對 雕塑 剛剛看到他這個 你看他做了御用的事蹟 台電大樓日光玉 日光玉外牆 他使用241盞回收路燈打造 科技的藝術 那現在我們懂了 等說我們到台中 這個花博裡面 對 可以看到這一個的圓形 可以 15米高度 比這個房載高 五層樓 五層樓高 差不多 然後就整個環繞起來 對 就是人可以走到這個 球形裡面 人可以走到這裡面 好感動喔 然後這些外面這些 是會改變的對不對 對 它是一個一個的機械裝置 是 總共在這15公尺的 一個球形結構裡面 總共697朵花 我們都把它稱為花 這個算花就對了 雨傘花 對 用雨傘花 它會開合…有做變化 然後因為做了這個變化 它就產生整個球體 塑大便是煤的感覺 有沒有 這個角度 很壯觀 有一種模擬花在開的感覺 對 當時怎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你看他把那個草稿都帶來了 這草稿是我哥哥其實他在 真的啊 這個 對… 因為我們團隊 他留下的手稿 剛好是在這個期間裡面 哥哥都離開 對 哥哥離開 但是他就是 有點悲傷 抱歉 我們那時候有聊到就是說 怎麼樣在一個博覽會的現場 然後可以讓人 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 人跟自然跟畫質的關係 但是要透過一個科技技術的手法 那時候聊完之後 就希望說在一個 7000平方公尺的一個場域裡面 可以創造一個巨型的花朵 然後哥哥的一個遺志 然後你接著把它完成 對 應該可以這麼說對不對 對… 講得會有點動容 好有意義喔 但是… 你聽我說你就知道 學長跟你說好不好 人的一生也就短短幾十年 是 但是他卻留下來這麼多的概念 對啊 我覺得其實這是 是不是這樣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的 對 這應該是留給世界 滿重要的一份禮物 對… 2018海中花朵 有沒有 這個就哥哥的手稿 哥哥的手稿 哥哥的手稿 對 可以讓這麼多人看到耶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有誰可以這樣 做西裝的在後面感恩西服 剛剛有感恩過了 沒有 但是他穿了還是有很多人看到了 對不對 對 來…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對 還有2017年呢 也就是去年台北市大運的時候 與陳金鋒合作那一個 令人感人的Moment 對… 聖火點燃儀式 他是… 他是球來 打那個球 然後火球打過去 飛出去 然後點燃 是 對 那一剎那球出去 火球 好感動 對啊 然後點燃 對 原來這個就是 就是科技藝術 對 感覺就很難耶 對啊 好棒… 當然很難啊 他要研究啊 還有 當然剛剛我們聊到台中花博 對 台中花博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啊 8月 OK 來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我一定得說 好… 好 介紹一下 2018台中世界花博 花卉博覽會 後裏 豐原 外埔 這個都有啊 對 三個大展區 三個展區 然後它是在2018年11月 到2019年的4月喔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了 對… 所以大家可以趕快去台中去看一下 這太值得一看了 好 再次謝謝梗花 謝謝 太棒了 太棒了